沒有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西班牙這個文明 西班牙這個文明是非常特別的 它是C度裡面征服者時代 算是HD吧 火氣文明 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因為它是唯一會騎馬用火槍的文明 所以特別的難打 很多騎士流派的玩家很容易被射下馬 那西班牙除此之外還有這個超強的霸權科技 可以讓村民全部都變暴民 血量高達80滴血之外 攻擊力也是超高 而且我覺得西班牙的這個能力 可以讓它變成連村民都非常難殺死 你可能派個青旗兵繼續騷擾 還有可能被村民反打一波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西班牙後期的這個 霸權科技特別小心一點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西班牙的這個 特殊能力 那西班牙裡面算是蓋房子速度是最快的文明 天生蓋房子速度超快 所以在前期打這個塔攻還有裝甲塔的時候 有一定的優勢 但是不是特別顯著 因為對方只要拉更多村民來跟你對蓋 其實這個加30%效果好像就會抵消掉 所以這個西班牙前期的快攻方式 大致上是分為塔攻攻還有這個裝甲塔 這兩種 大概就是黑暗 然後直接上城堡時代 蓋這個城堡 然後除西班牙征服者 大致上的西班牙的流程就是這些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波斯 波斯 他是遊戲裡面 TC裡面 血量最多的文明 直接雙倍 所以如果想要像這個比賽一樣 打TC爆的話 那就可以選波斯 波斯的血量更適合 血量本來是2400滴 你看這個 西班牙只有2400滴 但是波斯卻有4800滴 所以波斯爆這個TC爆的一個首選 已經是波斯 再來就是敗戰體 敗戰體的建築物血量也比較多一點 那我個人覺得波斯是我最推的文明 為什麼是最推呢 最主要是波斯三種路線都可以打 步兵 還有這個 工兵 還有這個 騎士 都可以打 他也是有遊俠 而且有大象 而且又有駱駝 你要想 有遊俠 又有駱駝 又有大象的文明 哪裡找啊 就只有波斯有啊 波斯的工兵 這個銀罐點下去 波斯工兵 還有這個無限的 工兵可以使用 你只要耗費額外的木材 就可以直接產出工兵 工兵就不要黃金了 相當的省 所以打到後期 波斯工兵流 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再來就是 他全部路線都可以打 所以波斯的玩法 是相當彈性的 你不只可以練到工兵的玩法 還有騎兵的也可以 步兵也沒問題 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農 因為波斯的TC運轉效率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聰明產生速度是很快速的 所以這一點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3TC在運轉的時候很容易斷存 因為比平常3TC 肉量的需求就更大 所以就更考慮你撒田的實際 還有你這個爆兵的出兵的時間點 算是比較值得需要輸入的細節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波斯的打法吧 那目前兩邊的一個資源礦 看起來是波斯比較慘一點 波斯這個主精在正前方 這個相當難受 敵人要是直接A的過來 這個主精可能會有點難受 最好是上城堡時代 這邊高地蓋個城堡 才比較好守一點 算是好事的事情 他的果子有點算是偏右方 左邊 這個位置比較算是裡面一點 比較不會被騷擾到 原來他這邊如果再稍微玩左邊圍一點 還是可以稍微圍一下的 雖然他後面也是超級難為 這個非洲稻草 整體來說波斯的地圖分數 我只給50分 連合格都沒有 超級難為之外 墓區還只有兩塊 上面跟下面這一塊 右邊這塊太遠了 所以如果西班牙如果打塔供的話 這邊插一根塔 鎖死 插個這個死牆 在後面 再插一根劍塔 再鎖死 波斯前起就會非常難受 那他勢必一定要到右邊這裡 去伐木 或是後防 所以他波斯到了這個地步的時候 就會很難打 所以波斯應該首要的目標 是不要讓對方開始插塔 會比較好 那不知道西班牙這邊有沒有看到 西班牙這邊感覺是沒有去插塔 這個時間點沒有出門的話 通常就是不打塔工了 比較算是一個正常的開局 波斯這邊是選擇打棒棒 那現在的流派都是雙棒棒開局居多 比較不會去打到什麼三棒棒 或三裝甲之類的 因為三裝甲的投資成本太高 不一定會打到東西 比如說投資這麼多資源 你反而不如把這個裝甲升級 去點一級木或是一級農 更划算一點 讓你的經濟上更好 所以現在的雙棒棒流派還是偏多的 你看這個就算雙棒棒出來 你也不用多挖金 織布技術也可以這樣正常一點 而且你看這個伐木技術也可以重重點 但是你還是有兩棒棒 在前面給對手壓力 你看對手一感到壓力 就趕快圍牆 可能就蓋這個房子 跟這個馬舅 或是射箭場 出來做一個抵抗 那波斯這邊出棒棒 還有一個誘因 是想要引誘對手 去出這個弓兵 而不是出 出這個刺猴 那我記得西班牙的弓兵 好像是不能升級的吧 他好像西班牙永遠就是奴兵 欸還是他有奴兵 有點忘記了 我記得弓兵是蠻爛的 那波斯的話 可能是想要用這雙棒棒的 去引誘對手出弓兵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目前這兩邊的玩法 分數都是非常高端的 所以不太可能被騙到這種戰術 棒棒已經在往後拉 但是其實都已經圍好了 這就是出棒棒鬼對手的壓力了 就算對手也知道 只有兩棒棒殺傷兵沒那麼強 但是還是會圍一下 稍微圍一下 那這邊沒有圍 這邊可能稍微要開始圍了 那目前波斯有兩棒棒的優勢戰 所以他前期沒什麼太大的壓力 只要稍微出一點長傷兵 這邊看到了 長傷兵 家裡就要開始圍了 在這邊棒棒出來 哇 果然開始圍 但是這個是不是個洞 哇 這個是個 屑塔 他是沒看到 還是故意引誘對手過去的 有點看不太懂 這邊刺猴 一直到沒有機會可以打 到處都有長傷兵 這邊棒棒上去看一下 馬上把這個洞堵了一下 開始做輸出 開始靠這個木牆 那這邊 雙棒棒最主要用途 除了給救手壓力之外 就是靠木牆 你只要開始靠木牆的話 對手勢必要拿一村去修理 那這樣一來一往 這個聰明的採集效率 就會稍微差了一點 就可以稍微賺到一些資源 最主要的效果是這樣子 因為畢竟打不到聰明的話 就要阻擾對手 花資源來修木牆之外 還要阻擾他的採集時間 這邊三隻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來看一下正面的部分 這邊四隻小弓想要出門 但是這邊刺猴第一時間想反打 但是有看到長槍兵 不敢直接硬上 那這邊工兵也沒有直接第一時間出門 因為一級射還沒有點下 工場沒有一級射就不會出門了 因為很容易會被對方的毛病直接吃光 有一級射之後 工兵比較好操作一點 這邊的一個走向 算是偏穩健的 並沒有這種大爆兵 或是要趕快速上 冰工場之類的打法 上方這邊 差點收到一隻殘血的村民 但來得及 尾媽來不及 直接一刀砍死 哎呀 首殺居然是西班牙拿下 接下來是四隻小弓 要站上去追嗎 感覺是不太要 標比較好 沒想到這邊西班牙刺猴還是帥性拿到一殺 但是這邊其實波士也是第一時間做反應 拉了全部村民去維歐 也是換掉一隻刺猴 那下方這邊棒棒感覺做不太到事情 因為毛病出來之後 棒棒就不能一直白嫖了 你一定要拉走 不拉走的話會直接送掉 會很虧 好 那目前看起來 波士的一個進攻 可能會被抓到 這邊工兵過來 但是上方有矛兵喔 而且這一擊射快好了 兩邊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雖然矛兵是克制工兵單位 但是沒有一擊防的關係 所以被塞還是很痛 但這邊大量次後過來做一個追逐 這邊很難追 哇 還是被打到全部殘掉 工兵一直全速倒地 刺猴第一時間也不敢上去打 毛病 看到了大量的 護兵單位喔 還是要撤退一下 第一時間要先把長相兵給收掉 才可以回頭打 那這邊趕快 趕快再收一下這個長相兵 刺猴在後面做一個輸出 應該可以砍掉一隻 然後後方這個刺猴 感覺也是做不到事情 這邊波士喔 也轉出了刺猴 要稍微去追逐對方的弱馬 那感覺目前這樣打的話波斯會弱鶴 因為這邊CBR已經明顯要上城堡時代 但這個時候再去出刺猴的話 雖然可以有向抵擋對方的刺猴 但是自己上城堡時代的時間會更晚一點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這樣打 但是這樣打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如果你沒刺猴的數量去追的話 你會處於很被動 那你被動的話你就做事情就會綁手綁腳 因為對方可能會一直到處亂竄 然後你去又花更多的控制力去做防守 會比較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出刺猴的話 對方就沒那麼可以隨心所欲了 這個優缺點大概是這樣子 POSE這邊點下了輪軸技術 差不多點完之後18片田 再等一下下這個肉就可以上城堡時代 這邊刺猴把殘血拉走 工兵做個聚集 那這邊西班牙開始在挖石頭 看來也是要來打這個西班牙政府者 這邊刺猴直接收掉 殘血三隻有點麻煩 POSE也在開始存自己已生時代的資源 500多肉 當然是西班牙長就已經點下了 西班牙家裡一片繁榮啊 也就是7個人挖死 那這個很明顯的 絕對是要來直接蓋城堡 但是這個第一時間是沒辦法蓋城堡 上城堡是沒辦法蓋城堡 上城堡是沒辦法蓋下去 這個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 如果他要在第一時間蓋城堡的話 挖石頭會更提早在挖 回到現在已經研發快一半了 才拉7個人去玩 這邊居然用幫幫收掉的一隻刺頭 有點賺 這邊刺頭回頭打一下 這邊POSE也點下城堡賽了 右方這個木牙應該是打不過 後面有更多村民來修了 這邊又拉兩村 這邊硬蓋一下 有一村殘米死掉 放棒的刀前線一起來靠這個木牆 但這個木牆靠完之後 還有後面的房子 應該要不要靠另外一個木牆會比較好 靠更多的工兵走過來 持續給西班牙利 西班牙這邊對付這樣工兵有點困難 因為西班牙這邊如果要打的話 可能要先上戰毛兵 那只要給對方投資戰毛兵的升級的話 就可以稍微抵擋住對方的農的趨勢 這個農度會下降蠻多的 這邊是選擇了先蓋下一個TC之後 再蓋一個城堡 城堡這邊直接蓋在外面的高地上 這個位置其實還不錯 直接算是守門面 還可以稍微守到石桶 那目前西班牙看起來挺穩的 而且已經開始出騎士了 騎士一出來的話就沒什麼好說的 對方這隻工兵一定要撤 不撤的話絕對會被吃光光 這邊也不敢直接冒然上去 即使打破了牧場也不敢直接進來 只敢拍一些赤頭去裡面看情況 看一下對方是打什麼走向 現在就是情報收集戰 看到對方是要出騎士 馬上按出了駱駝 欸他怎麼知道的 這個 他剛剛這邊是有看到赤頭跟長江兵而已 但騎士應該是沒看到 但他應該第一時間猜到的是出駱駝 也是可以啦 因為如果 就算沒猜到他出騎士的話 他通常也會猜出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那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最好的解法就是用生女或是工兵 不然就是駱駝 然後這幾個解法 那出駱駝的好處就是 騎士可以擋之外 也可以擋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但是我要貼得到了 貼不到的話 還是很容易喔 被這個西班牙征服者給 一直一直的 全部收掉 這是要POSE要注意的事情 POSE這邊點下了奴兵升級 二級射擊點下了 那這個工兵給的壓力會有點大 因為對方出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是有點打得太奴兵的 這邊 2TC蓋一下 效率TC來說是不錯的 3TC的話 是POSE最大優勢的時間點 那這邊POSE要趕快蓋到 第3個TC才是重點 OK 第3個TC蓋在外面這個位置 我以為他會蓋在主經這個位置 但是看起來沒辦法蓋 因為這是高低的地方 好那這邊POSE直接走進來 可以收到一村 欸殘血 我的天 這一村還讓他跑回去了 哇可惜了點 好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KD 那目前POSE一村都沒拿到 西班牙的防守能力還是不錯的 第一時間 把這個西班牙征服者往外送 並不是放在家裡 西班牙征服者只要三隻 只要集火一隻村民 三發子彈都有射中的話 就可以輕易拿到一個村民的擊傷 但是家裡現在無盡的著火 像只能用奴炮 我覺得出奴炮有點困難 可能要再出一點征服者 加上戰毛兵 去防守會比較好 那戰毛兵的話可能也不能出太多 因為對方攻兵也沒有一直按 這邊其實攻兵解完就沒事了 不然就是直接用征服者 直接跟對方互彷 然後後面再放幾隻三旅去補血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結果這邊轉 戰毛兵的又是波羅斯 波羅斯轉戰毛兵的話也是蠻合理的 連戰毛兵打西班牙征服者 傷害也是特高的 這邊點下了一擊防禦 西班牙征服者 開始提防 目前感覺西班牙征服者侵略性沒那麼強 也是因為波羅斯這邊防守不錯 一直都有單位去做一個 危險的地方的巡邏 所以他可以這邊安心的農 然後慢慢轉出自己的防守單位 3TC運轉的話現在速度 會開始超越西班牙人 雖然現在村民有稍微的落後 但很快的 同樣是3TC的話 波羅斯的村民速很快就會反超了 這邊直接上來應答 鎖頭在前面扛 雖然扛掉了一台奴炮 三隻落後全部倒地 沒有前方落盾的奴兵只能被追著射 回頭射個一發 但是依依不大 對方已經點了一擊防禦 防禦稍微高了一點 2加1防禦 確實有點難打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好那這邊有九隻 那九隻的情況下 如果對方繼續出落後 可以只要兩發集火 就可以幹掉一隻落後 這個是波羅斯要特別注意的 現在最好是多按點生率 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要出更多毛病 四個選擇 直接起火一發就射死一隻 很痛的 又中了 各種變啊 戰毛病全部送光 駱駝上來直接先倒第一隻 你看這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再一發 哇 直接BANG死 十一隻了 難怪可以集火直接幹掉一隻 九隻的話我記得沒辦法 要十一隻才可以 好 這邊勝率稍微招響一下 這邊西班無雙 想BANG誰就BANG誰 這邊防守單位比數很多 第一時間應該可以收掉一隻勝率 勝率要回頭再摁一下嗎 有這麼偷嗎 沒有沒有偷 好 這個勝率沒有硬招響 所以沒有遭到任何一隻西班牙征服者 好 雖然波斯被塗了這麼多村 但是村民樹已經反超了西班牙 這就是波斯的TC運轉的效率 非常誇張 不好意思他已經轉出4TC了 TTC在左邊這裡沒看到 好 4TC目前運轉效率非常高 村民來速來到87村 可以再多一點 左邊西班牙征服者 繼續出 家裡也再慢慢農 這時候才點一下自己輪軸技術 開始把自己經濟搞好一點 但是村民樹還是沒有到那麼多 可能還是要再農一些 才可以再做一個決戰 上地龍時代 那這個時間點 通常西班牙是西班牙征服者最強的時候 這時候對方再農 並不會有特別大軍 去攻擊西班牙征服者 西班牙征服者到地龍時代之後 地後之後會比較弱一點 那地出跟層出都超級強 基本上沒什麼對手 所以西班牙可以利用自己的強軍式優勢 去前線插寶也是蠻合理的 因為你要去前面請對方吃大分寶的一個前提 就是你有強大的軍力 你才可以這樣打 你沒有強大的軍力 就直接把城寶往前插 本龍就會翻車 這個是插寶的一個原則 你要插寶的話 就要確保自己有足夠的兵力 可以插得起來 不然就做這件事情是沒意義的 前路陀稍微走位一下 ok 哇這個正負責 很怕 主金的村民全部跑走 本來這個金真的是爛得要命 現在插這個城寶之後 TC爆掉主金也不能挖 就說這個金超爛 所以這個是插的這張圖 真的是連合格都沒有 就是這個原因 哇波斯這場是不是要被地形殺啦 感覺是耶 後方金礦雖然還可以繼續挖 但是 要特別小心喔 因為後面金礦其實挖很快就挖完了 兩撮金礦在這裡 這邊可以考慮插個城寶 稍微防一下金礦也行 但主金不能挖是很傷的一件事情 會殺他好幾千黃金喔 而且如果被對手挖走的話就更傷了 但是還好西班牙這邊是 插寶插得蠻保守的 如果是我會想要插這中間的 超級偷 偷到不好 反正我西班牙政府者這麼多 你敢買手我就變光 對不對 但是這邊 可能是高端吧 比較保守一點 不太會去做這種太浪的行為 我發現高手們都是比較喜歡打穩的 不太喜歡做這種一波流的操作 好 那兩邊 開始轉出相對應的兵種 去克制對方 好 生女正是越來越多囉 生女來到了六隻 那洛特也在繼續出 地獄時代一到 西班牙可以考慮一轉遊俠 因為西班牙政府者我們剛剛說到 他最強的時間是層出跟地出 那為什麼是地出呢 因為地出的時候 他雖然也沒有太強勢的東西 但是他的這個稱霸戰場的能力還是有的 但是來到地中跟地後的時候 他這個威力就會下降的蠻多 因為他最大的弱點就是攻擊輸太慢了 或者你用大量騎士啊 或是用大量攻兵或戰毛兵 有化學的兵 去跟他打 或是用火炮打 這個西班牙政府者很快就會死亡 好前提是對方沒空了 西班牙政府者最難產就是機動信號 傷害又高 好這邊西班牙政府者 開始找不到東西可以打 然後地獄時代第一時間 應該會去按一下巨頭 好果然按了 巨頭先按 欸城堡蓋這個位置喔 又是蓋個高地 好這邊要來挖一下野精 那西班牙這邊其實黃金數字點太多了 哇一千多黃金 那西班牙這個文明更特別一點是 他的兵工廠 升級的時候是不需要黃金的 所以他自然的喔 可以省下大量黃金喔 去點一些 征服者的升級啊 或是金罐銀罐的科技喔 都可以 那西班牙的 遭享的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他只要研發完科技 這個銀罐吧 就是修道 跟修道院有關的 可以讓這個傳教士的傳教速度喔 變超級快速的 那唯一遊戲裡面喔 會騎驢子的生女喔 也是只有西班牙人有 所以西班牙人打這個 騎士招牆戰喔 也是特級強 但是騎馬驢子是不能拿 拿聖物的喔 所以這個優勢 並不會太顯著的誇張 通常還是會出這個西班牙的勝負者 就跟對方對鞭 不太會去出這個驢子生女喔 傳教士 跟對方做一個招牆大戰 偏少 雖然還是有 這邊 駱駝趕快變成重裝喔 不然這個大洛瑪其實打的有點是麻煩的 這邊拳頭司機數量其實有點多了 三寶能修得回來嗎 這邊稍微做一個買賣 買了一些石頭 哇 花了400斤買了210 好貴 這個石頭超貴 但不買石頭的話 城堡會掉太快 感覺好像會出事 東方這邊想要蓋石牆也沒蓋好 西班牢洞窄在右邊 給的壓力很大 左邊這邊大洛瑪也在騷擾 這邊農田跟這邊收村也收到的極限 這邊村民也沒辦法繼續收了 這邊要來補田動作嗎 還是要來伐木 哇 可是你這邊 左邊都已經BBQ了 沒有太多肉跟黃金喔 去出駱駝的感覺 駱駝的感覺 駱駝可能還是要趕快去抓 但是他這邊主要部隊不敢去 有可能是因為怕地獄直接上來硬A 這個巨型頭司機 所以這個主隊一直不敢離開巨型頭的範圍裡 這邊第一時間可能要用駱駝去上面 硬拆巨型頭司機 OK駱駝直接上來硬A 但是後方有長槍兵 長槍兵打駱駝速非常快速 平安掉得非常快 哎呀 結果C版的城堡居然先倒了 波斯這邊打得非常極限 雖然駱駝做到不少事情 但巨型頭司機還在砸 這裡還有一台 稍微勉勉強強把主精拿回來了 感覺現在有機會 就趕快去挖主精比較好 這邊再拆一個巨頭 這邊拆得不錯 這個駱駝做到很多事情 左邊這邊挖石頭 村民又被抓了一波 直接大爆血 這邊直接收村到城堡裡 但沒有關係 波斯雖然被塗了很多村民 直接損失了35村 但是村民處還是領先了4村 這就是波斯的運轉效率嗎 太誇張了 基本上這邊點下大疾病的升級 幾兵一毫 駱駝就要大難零頭 點下銀罐 波斯工兵 來了 波斯工兵點下 一隻工兵好像木頭只要45 還40木頭的樣子 就可以生產工兵 一滴黃金都不用慌 所以之前我們有一部 Sviver玩波斯 這個無限工兵戰術 那一集也是打得非常精彩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頻道裡面 找出那部影片 記得好像是 上個月的事情 還是前個月的事情 有點忘記 那個Biper 那張打 那張也不是阿拉伯 是千禧 所以打得特別精彩 打到最後面 一兵一卓 這個工兵戰術有點誇張 這邊有點被包抄 肉麻居然直接來趕上面打駱駝 哇這個有點狠 仗澤後面有擊兵 所以露駝也不敢直接硬傷 反打這個大陸馬 波斯工兵開始點下 點完之後 再點化學 化學點完攻擊就到頂峰了 5加3 是這邊奴兵最強的狀態了 有點由於波斯沒有三級射也沒有強奴 所以雖然說他是無限工兵戰術 但是稍微有點可惜了 沒有三級射 但以他這個無限工兵戰術來說 有三級射的話 感覺又太強了 所以算是一個合理的Nerf 不然讓這個工兵太強也是挺麻煩的 工兵處理不完 所以基本上波斯是比較會少出以 戰毛兵當主力的一個玩法 主要還是可以打工兵跟遊俠 去做一個選擇 不要躲 後面這邊 大羅馬直接上了硬貼村民 這邊的羅馬非常殘血 但是這個駱駝怎麼沒有去追 這邊是想要用提西射光的嗎 好像是喔 那這邊駱駝稍微迷路一下 還是把村民壓了回村 駱駝卻上去支援 左邊這邊的羅馬到處在騷擾 一直讓對手沒辦法安心種田 目前西版經濟非常好 黃金庫存還有2000 波斯雖然這邊還有接近1000庫存 但其他駱駝也都間諜了 西版牙這邊為了穩固自己經濟 還點下了三級伐木 拿一個超級濃的 二級射也點下 這個射程點下應該是要增加城堡射程而已 應該是不會出什麼戰毛兵之類的 有可能嗎 這個情況出戰毛 好像可以好像不行 不好說不好說 可出可不出啦 但是這邊西版牙火炮已經出來 火炮出來這個金礦又不能挖了 哇你看這個主金 從封建時代挖到帝王時代還挖不完 就知道這個主金在前面是多麼爛的一件事情 圖真的是很爛 真的是很難守 尤其對方就是西版牙征服者 這種強勢的兵種 這個主金要挖完可能是有點困難的 看後面的金礦都挖光了 前方主金一直挖不完 好西版牙這邊點下了三級的工兵護甲跟鎧甲 跟這個射程都點下 基本上能點都點了 步兵全升 工兵也升 鎧甲也升 就只剩帶到水眉升 好這邊點下尊瓦技術 稍微增加一下這個城堡的防禦力 血量也稍微會提升一些些 好再來修一下 這邊大量工兵直接死去 後面火炮是不是傷害太高 工兵雖然射速很快 但是 對方遇到火炮的話還是有點難打 稍微躲一下 這邊工兵想要上來硬點 但是沒有機會 好這邊稍微有時間複打一下 反打反打 那這邊反倒效果並不是很好 這邊有稍微射到對方的火炮 火炮有注意到 稍微操控一下 但這邊火箱並還在對射 這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工兵雖然死得很多 但是這些工兵都是不需要黃金的 但是對面的西方正不走 死去是需要黃金的 而且這邊還居然被打掉了一台火炮 這火炮有點失阿 被巨女頭巾給砸到了 好這邊這邊 數量越來越少 木屋面數量可能要 不能再浪 稍微要農一下 農面數量 好那 這面城堡也蓋一下 這邊門面 蓋這邊好嗎 這邊城堡都可能快要守不住了 這邊再蓋這個城堡 待會石頭又要見底了 那木屯坡勝 這感覺是 射箭場太少了 感覺盧變數量一直起不來 好 這邊上來硬砍火炮 火炮全部倒地 這邊再直接上來硬拆 這些巨頭巾應該沒什麼問題 駱駝剩兩隻 能解掉最後一台巨頭嗎 可能有點困難 完蛋還有一台巨頭 完全解不乾淨 但是沒有關係 自己也有巨頭 做個反打 好石頭有少爺 間諜了 短金把城堡也修回來了 血量回到了5800滴血 這時候POSE也暖出了駱駝 有駱駝的話就不用溢出駱駝了 OK這個經濟壓力負擔太大了 剩下大約600斤左右的時候 就點這個大駱駝 哇好像合理耶 這個POSE都已經想到 要留資源去轉兵 但如果這邊一轉兵的話 可能會沒有錢喔 可以出工程器喔 但是不轉馬的話又很難打 可是有點困難 這邊駱駝想要鑽個後方 但是沒鑽進去 這邊還是按了非常多的新型兵 這邊好像打進去了 喂這個洞 花靈掛靈買鳳 西班牙這邊有點頭痛 發全兵有點下 村民就有40滴血 這裡沒有反擊能力 這邊直接駱駝 塗個一波 塗好塗滿 按正面的城堡 根據投石機也在做個進攻 但是POSE工兵可以拿著高地的話 對他來說是一件好事 這個高地拿下 他就有個高地優勢 工兵就不會再這麼脆弱 被火炮砸動也不會一發死去喔 一大片喔 還有可能扛個幾下的可能性 這邊兩邊都想要佔個高地對射 欸這個時候西班牙就要點一下霸權了 霸權點一下村民有超強的戰鬥能力 這邊駱駝 左邊直接撤到後方 大量貌圖左邊串了過來 正方的戰線 兩邊還是對射 戰鬥駝移過來之後 戰局直接改變 POSE有潛壓能力了 POSE工兵在後方無情開射 瘋狂發出箭語 大量落馬到前方做個漏盾 吸收這些西班牙政府的火槍傷害啊 好 左邊這邊 唉唷 這邊村民是怎樣 這邊村民有霸權科技了 攻擊力9 3加6 血量80滴喔 一隻村民攻擊力有9喔 騎士初始攻擊力1死 只差1攻而已 哇 爆打巨型托斯基速度非常快速喔 你看這些單位喔 去射村民喔 射的速度還很慢喔 到現在才射死了兩村 這就是西班牙的爆名喔 好 這邊巨型托斯基 刺牌越來越多 但自己升一台可能要被砸掉了 正面上的奴兵數量也開始變少 正面有非常多的聰明過來 想要來做如此 好 但後面落馬補了過來 喜馬中者哥是跟班西了 還在繼續後面做一個輸出 好 奴兵在後面繼續在偷射 但奴兵數量也是不夠優 波斯的後方提示也爆了 哇 怎麼辦 這邊感覺波斯不太好打 金雞都已經見底了 食物也剩600 黃金剩下500 人打的東西感覺是沒了 他現在也很缺木頭 波斯工兵太吃木了 金礦努力挖 但是挖到最後 感覺是挖不乾淨了 這邊再一次 波斯的一個金礦又要再被 打擾到了嗎 巨型頭死機試駕直接架了起來 哇 嘟嘟嘟嘟嘟 大量的村民直接上前開尻 這就是西班牙的暴民了 直接拿村民當污塵器再用 太狠了 嗚 這巨頭雜訊很有破裂 先換雲土追魂 把這個血量拉回來 但是石頭也快到間諜了 石頭剩50 40 30 20 10 石頭歸零 是巨頭 無情開拆 這名駱駝壓得出來 稍微抵擋不住了 這波進攻 但第一時間駱駝沒有去找巨型頭死機 很飽看起來是掉了 血量歸零 巨頭也開始拆卸 準備要來逃離前線戰場 這邊快往後撤 駱駝沒有時間去理巨型頭死機 再打正面的一個大落馬 這邊工兵直接開點對方的希望徹服者 好 這邊駕到後方之後又駕了起來 又來反擊對方巨型頭死機 這邊能砸到嗎 哎唷 砸到咧 他的巨頭也是偏賽的那一種 喔又砸到了咧 哇 波斯受不了打錯的GG 資源完全見底 兩巨頭又要被拆掉 這個城堡也拆不掉 左邊這邊城堡又在一個對拆 這個城堡也是拖住了波斯的一個進攻路線 總體而言 西班牙這邊太強勢了 後期點下霸權之後進去燒到也很難燒到東西 村民基本上可以跟你的落馬做一個反打 雖然沒辦法一換一喔 但是大量村民上去圍後 還是有稍微能抵擋能力的 或是有這個撤退能力戰喔 並不太好燒到對方的村民 波斯這邊最大問題喔 應該是這個金礦 主金在這邊攻防戰打太久 為了守住這塊主金喔 花太多資源了 感覺 也不能說不符合成本喔 但是 還是改守 畢竟那塊主金沒的話 少了兩三千金也是蠻虧的 對這個波斯來說 所以我打後期更沒希望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應該沒問題 應該是西班牙吧 西班牙感覺還是好一點喔 果然 15個木頭都帥先頂 黃金上的話波斯稍微贏了一點點 贏了三千喔 不知道是從哪裡偷挖眼睛 應該是聖物的產物 他拿三個聖物就有兩千五 石頭部分的話是拿了一千二 這個西班牙是挖比較多一點 那感覺波斯問題是 就是地形殺啦 不能說他玩的不好 你要看他村民術其實出了很多村民喔 當然喔 一直有那個T4的效率喔 把這個村民補回來 可是最終喔 還是被壓到了最後一根稻草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 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個喜歡 那還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看吧 另一分鐘 會嗎 呢 有